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剛才有介紹 一切法從因緣生物有自信 什麼是因緣 什麼是自信 大概都介紹過了 那麼這是一個思考的方法 觀察空觀的方法 那麼這個方法怎麼樣化成體間值呢 那麼就是說 首先當然你對這個法義的內容你要學習 而且聽善知識的教授 然後聽完之後有疑問 那麼一定要解答 沒有疑惑了 那麼這個時候才可以 所以各位記得我們在學這個 略論什麼他的時候他有強調 他有提到 這個所緣禁 這個什麼他的所緣禁 必須是從善知識那邊學習的 然後沒有疑惑的 而且沒有顛倒的 好的這個法 那麼以這個法 那麼作為我們的這個所緣禁 所以呢 就像剛剛下課有同學問我說 這個小指觀它 它有沒有特別特別特別像那個略論一樣 特別講到修觀的部分呢 事實上小指觀這個是整個修指修觀大結構 它不會特別的把這個修觀這個地方挑出來講 為什麼呢 因為在經論裡面講的方法就是修觀的方法 比如說 比如說你把金剛精一段文背下來 波爾心精一段文背下來 瑋莫基金也可以一段文背下來 背下之後呢 那麼以這個文字就可以來修觀了 所以這個修觀的方法在經論裡面都有了 那麼一般的人 也都是比如說學習經論 從事實上那個地方學習經論 聽完之後 大部分人聽完之後就懂 懂而已 然後就停在這個地方 那停在這個地方之後呢 這個時候夠不成所謂的直觀的力量 為什麼 這個文詩修善會當中 你如果只是聽了之後 然後沒有疑惑 對啦 聽了之後沒有疑惑 然後呢 將這個法受死在你的心中 這個時候構成所謂的文慧 文詩 第一個沒有疑惑 完全了解了 第二個 將法的文跟義 受死在心中 那麼這個叫文慧 然後思慧呢 就是不斷不斷去思維觀察 這個道理 那麼這個思慧 修善呢就是什麼呢 以這個理來 在寂靜處當中來修止 來修止修觀 那麼這個構成所謂的修善 所以一般的人 大部分可能是文慧 或者是 可能連文慧都不太 不太 不太 不太具足 不太具足 反正聽了之後 比如佛宣的課 聽了很多 聽聽就算了 你想文慧都不具足的時候 沒有思慧跟修慧 沒有文詩修善會 你怎麼樣能夠修止觀 沒有修止觀 你怎麼樣挑個煩惱呢 沒辦法啊 所以 經論裡面所說的方法 像各位所學的 不管白法明門論 或者未來 消光崗中當中 或者各位如果有學金剛經 或者波爾心經 什麼經典都一樣 這些大聖經典裡面所說的開示的道理 都是可以 讓各位 拿來修觀的一個素材 一個方法 但是呢 你就是要 將這個方法 沒有顛倒 沒有疑惑的 學習完之後 將文藝受拾在心中 然後呢 實際上來修觀 在激進心當中 去思維它的道理 那麼思維它的這個道理之後呢 你今天思維明天思維 慢慢思維久了之後 你思維完了 你這個道理在你心中 會產生一個絕獸 比如說 這個 你說你要觀察這個念佛是誰 那麼念佛是誰 我這個心在念 那麼心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 那麼心不在內外中間 所以沒有念佛的我可得 如果你對這個道理 第一個 你了解不是很清楚 或者呢 你算清楚了解 但是你沒有常常去串襲它 去静坐觀修到它的話 這句話對你來說 是沒有什麼加持力的 沒有力量的 你只有什麼呢 你只有將這句話 在你心中常常的串襲 了解之後 然後常常的串襲 串襲久了之後 所以心不 過去心 現在心 未來心不可得 或者心不在內外中間 串襲久了之後 慢慢的 當你思維觀察這個道理之後 你的心會產生一個 空的這種絕獸 所以空的絕獸就是我剛剛講的 比如說你 本來看它的佛像 或者 一切境界 或者 或者就是你這點心好了 因為我們打坐當中 就空觀了 那麼至於大師鼓勵 還是以第六四的心王 作所圓禁 因為比較 剛剛是這樣比較簡單 你觀察心不在內外中間 這個道理之後 產生絕獸之後 你就將你的觀察力 鑄在你的第六四的心的心王上 就是不帶任何名言 雖然不帶任何名言 但是呢 因為你之前有這個 空觀的力量的加持 然後你有那個空的絕獸 還在 空的絕獸還在 所以你雖然不帶名言 可是你 看著你的心的時候 就是你在看念佛是誰 在提起這個話頭 或者就是說 你在意念下 三心不可得 提起話頭是禪宗的方法 我們教下可以提起 三心不可得 四心不可得 等等的 提起之下 然後再去看 住在你的 住在你的這個心的 這個境界上 那麼就像禪宗一樣 會產生怡情 你會覺得這個心 已經不像過去 你沒有修空觀之前 那麼樣的真實 你會多少 多少會有的感受 這個念佛的是誰 或聽聞佛法的是誰 那麼這個就是鐵真指 你不帶名言 然後呢 又能夠有 能夠了知 從因緣生 了知它當體 當體即空 所以剛開始的時候 一定是先盤腿做 盤腿打坐 去練習 可能 可能就剛開始可能 一短暫幾秒鐘的時間 然後慢慢的把這個時間延長 隨著你不斷不斷的修空觀 然後修空觀之後 舍離星象 把這個鎖眼鏡放下來 不是鎖眼鏡放下來 把那個空的這個思維放下來 按住在這個鎖眼鏡上 第六式的鎖眼鏡不動 常常做這樣練習的時候 慢慢的 你的這個體鎮指力量越來越強 然後呢 在日常生活當中 也常常提醒一下 比如說 念佛是誰 或者是 吃飯的是誰 或者呢 這個 三星不可得 等等的 一個方法 不要多 一個方法 你常常去用 熟練 然後提醒一下 配合品常的觀修 他的這個道理 慢慢的 你的心 對這個境界的細符 就越來越淡 你聽人家說話 聽人家說話的時候 這句話讓你快樂 這句話讓你痛苦 你就反問 聽說話的是誰 聽講話的是誰 那麼如果你平常有觀修空觀的時候 這個時候再意念一下 這個聽話的是誰 你馬上這個心就沉澱下來 這個就是體鎮指的力量 然後不只煩惱啦 煩惱來當然要這麼用 沒有煩惱的時候 常常去關照是誰 那麼觀察是誰的時候 慢慢的把這種強烈的這種 我 的這種執著給放下來 好 這個就是體鎮指 的這個 修行的這個 這個方法 所以我們大部分的這個 指觀大部分的修行呢 大部分還是以指為多 因為你心太多的分別嘛 太多的觀當中 觀的話要明言分別 太多的明言分別的時候 心會散動 不容易安住 所以大多數的時候還是這個指 修指的情況多 那當然剛開始可能各位 還沒有辦法的時候 常常保持在體鎮指 你先從細緣手進指 或者觀呼吸 或者 這個自心指 那麼去看你的念頭 這個基礎 然後呢 這個 慢慢的 你再提醒一下 平常配合就空觀 提醒一下 體鎮指 的功夫 一個人去 一個人看看 有了嗎 有人去了是吧 不用好 去看看沒關係 好 我們接著談 所以這個體鎮指的修法 為什麼 它就必須 你的心必須要很激進 所以你看前面25方便 具無言核無語氣乳 蓋 我是規無法 這一切一切的基礎 都具足的時候 第一個 你才辦法修空觀 不然心很散亂 啊 根本空 空觀那個四股 不起來 就像那個刀子已經生鏽了 很鈍啊 沒有辦法切東西了 這個 只有在25方便具足之後 修空觀才辦法 那麼修空觀之後 你才有辦法慢慢的入於體爭執的境界當中 所以就像 比如說 各位要是有機會去殘堂 剛開始可能前面第一個禮拜 你說什麼 安拽儀心當中 可怕很難 除非常常 常常這樣子用功的人 不然可能剛開始第一個禮拜 就只有十大悲咒 念阿彌陀佛 先讓心安定下來 安定下來之後 可能第二個禮拜之後 才有辦法慢慢的 提這個話頭 然後呢 安拽儀心當中 慢慢的升起這個力量 所以 為什麼我們 我們會再強調 我們修行的生活要單純 不要到處攀遠 因為你如果今生的修行 只打算說一種很粗糙的修行 我就是一天念佛 然後呢 實際上又像清楚又像不清楚 這樣很粗糙的念 很粗糙的修 然後呢 也是聽 每天也是來上課聽法 聽完之後呢 大概知道了 永遠保持在一個大概的狀態當中 你如果說你對於你今生出家修行的目標 就是一個大概大概 這種粗糙狀態的話 那這些外緣 或者這些善巧 你都不知道 或許還沒什麼太大關係 但是如果說你今天的修行 真正的想要提升 我們往生淨土的品味 想要從中品 乃至到上品 乃至到上品上升 那你這個止觀 這個修行的善巧 還有這個劇足 這個二十五方面的這個緣 你就不能不講究了 因為它這個很維繫的一個境界 你心要很近 要很寂靜 不能有 不能有那麼粗重的煩惱 像在禪堂裡面 它已經不講說 你怎麼樣去調忽粗重的煩惱 你跟人與人相處 怎麼樣不要有貪 不要有撐 已經不談那個了 都要談 心怎麼樣安住在這個正面上 這種很維繫的境界 已經不講 像剛開始這種學生交易 所講的那種 比較粗的 粗重煩惱的條幅了 所以我們現在各位 現在在做的就是這種 激功累得的 激之燦慶的階段 透過激之燦慶的階段 讓你的心慢慢穩定 慢慢變維繫 然後呢 未來你才有這個能力 能夠真正的去修 修止修觀 然後透過修止修觀 你的真實的智慧 真正的開啟 而不是老師都是 這個聽的大概大概 那這樣不行 這樣出家 也可惜了 所以體正值就這樣修 所以體正值就這樣修 我們可以舉個類比 可能各位 可能這樣聽各位 覺得有點 有點 這個掌握不到 我們舉個類比 比如說 你 比如說 你一個人 你跟一個人處得不好 那你就常常想 他的問題 想他的缺點 他講話的缺點 他唯一的缺點 什麼缺點 你常常 竄喜久了之後 你下次看到他 你不用帶任何名言 你想都不用想 你看到他 你自然然 心中排斥的感覺 就跑出來 這種經驗 我相信大家都有 包括我在內都會有 相對你看到一個人很喜歡 你常常想他的好 他的優點 你下次看到他 你自然然 不帶任何名言 歡喜心就生起來 體正值就是這個道理 你可以不帶名言 但是呢 這個 阿萊斯的這個種子 就會跑出來 因為我們的心 就算你不帶名言 它不會 一定是 不見得就是無際 不見得 因為 各位學位為師就知道 我們在 我們在一個念頭 升起的時候 常常帶很多的心鎖在裡面 不會只是一個心鎖在裡頭 好幾個心鎖在裡面 就看你訊息 哪一種心鎖多 就什麼樣的心鎖 相應升起 所以呢 就我剛剛講的 你要這個出家修行 你要是 你希望你出家修行 是什麼樣的品質 這個抉擇在於你 那你要修止觀 甚至你要修體正值的話 你現在就要多機制參禁 然後多 多減少外緣 然後減少這個 不只是說 不只是說 不要出去的外緣 哪是六根的外 這個 這個 炎與鼻子真的是外緣 不要往外攀 不要老再看 這個姿勢 這個對 那個不對 這個好 那個不好 你這樣的話 沒有辦法修止觀的 真的要修止觀 你只有你的心 永遠保持往內射 心要看到別人 別人的事情 跟你沒關係的 馬上收回來 告訴自己 這是我的業障 不是他不對 而是我的業障 我現在在做這個練習 你看我在學院做了12年的指示 12年的指示 我以前也是管很多事 但是各位 你看我現在有管事嗎 我從來不管了 我現在就吃飯 吃完飯我就上去 只要不要在我面前吵架打架 我說基本上我就不管 如果在我面前吵架 那我說不管 過不去 不去問 不去關心一下 不好就不好 那麼如果不是這麼嚴重 基本上學院怎麼樣 我就不管 為什麼 因為你要修行的話 你就不能多管閒事 那你如果是個職事 你就要管很多事 所以現在各位都不是職事 這是你的 這是你的 可以說是你的這個權利 那麼也是你的義務 就是什麼呢 少管閒事 或者不要管閒事 你不要去管這個學院 這個指示合理不合理 這個制度合理不合理 或者某某人合理不合理 沒有用 想這些浪費你的生命 那麼各位有的人起步 已經比較晚了 起步比較晚了 如果還在分別 這個合理不合理 這個對不對 那你要怎麼修職觀 沒辦法 所以呢 不是少管閒事 是別管閒事 什麼閒事 跟你沒關的 都不要去關 像我 我就把我的課講好就好了 那麼 怎麼至於 這個監獄怎麼樣啊 那麼 糾察怎麼樣啊 點座怎麼樣啊 跟我沒關 那個點座煮了 只要他煮了菜 我能吃得下去 那麼就好 那麼 不要太辣 不要太鹹 那麼就好 其他他怎麼煮比較好 比較營養這個跟我沒關係 好 各位保持這種練習啊 別管閒事 管好自己 這樣第一個你會心情愉快 第二個呢 你才有辦法 你這個習慣養成之後 你才有辦法修職觀 以前我們在聯誼室的時候 就是做這個訓練 總統訓練當中 總統訓練當中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訓練 什麼呢 老師啊 不要亂攀緣 所謂不要亂攀緣 聯誼室的標準 不只是說你不要出門 那個是很粗的 那個就不說了 不要出門出門之外 眼睛不要東當西望 那麼耳朵不要亂聽 嘴巴不要亂說話 在我們 以前我們在聯誼室的時候 要是 眼睛喜歡東當西望 耳朵喜歡東聽西聽 喜歡聊天的人 那種人 馬上會被趕下山 在聯誼室 攀緣 比這個殺到淫望還重要 是根本仲介 要是個性不老實 愛攀緣 喜歡湊多對呀 講話 或喜歡湊多對呀 聽聽人家講什麼 這種喜歡攀緣的個性 一定會被趕下山 我們在聯誼室的時候 真的是各自顧性命 至少我們那個時代 各自顧性命 管好自己要緊 哪一天被趕下山都不知道 所以每天就是戰戰兢兢 管好自己要緊 做好自己的事 連是那個什麼 跟什麼什麼 跟自己工作範圍沒有關的事情 我連想都不敢去想 不是 就是為什麼不敢去想 因為想那些事情 跟我沒關係 想多了 攀緣了 可能就會被趕下山了 比如說我管藏鏡樓 我管藏鏡樓 我絕對不敢去管 我絕對不敢去管廚房 我都不敢大廚 真的是不敢 為什麼不敢 因為知道 管了 心裡攀緣的話 會不會趕下山 所以管都不敢 不敢管 我覺得那樣的訓練 對我們來說也有好處 有這樣的經驗之後 就知道 什麼叫做網內射 那麼所以聯誼室 你說聯誼室的庭園很莊嚴 那個庭園造型很漂亮 我是到我師父往生之後 在準備告別式的21天 我住聯誼室 我才感覺到 聯誼室的庭園很漂亮 不然我都不知道 那聯誼室的前景 左水溪的前景很漂亮 我是在我離開聯誼室那天 我才知道 我之前我都不知道 離開聯誼室那天 我就看看 在庭圖上看看 那個前景的風景還蠻不錯的 我之前我都看到是看到 但是沒有去往 心往那個地方去想 因為在聯誼室你只要 那個潘元欣冒泡 就可能會被趕下山 這個時候大家各自顧性命 沒有人敢去管那些閒事 更不用說像各位 大小管 從上次監驗 下次同學 每個人都管 不可能這種事情 所以 這種經驗 當然我們在學院 不可能像聯誼室那樣子 管到那麼嚴 但是呢 古代 那個古代叢林修行就是這樣子 後來發現 不只聯誼室 後來我到大陸那個高明寺 去參訪 我發現他們也是一樣 我聽他們那個老和尚的教育也是這樣子 你要是打妄想再看就知道 他是不會感人的 他是馬上一個香板打下去 那個老和尚 平常出坡的時候 他老人家跟著出坡 跟著 然後出坡他是一邊出坡 一邊拿著香板 看到有人 比如說背得很重的東西 然後走過去的時候 看到樣子 走路的樣子 或者眼神的樣子 就知道他在打妄想 一個香板打過去 所以大家看到老和尚都很害怕 但因為很害怕 所以呢 很色心 整個道場 道的味道很濃厚 法的味道很濃厚 眾生的心都是不老實 都是要這個善自私去鞭策 但各位現在 因為我們都是 學員都是公平公正公開 什麼事都跟大家做一下討論 其實這個東西 各位就是要自己要去注意 我們要以古德的修行為我們的 這個風範 不要從上至監獄下至同學 全部都在分別 全部都在管 這個對你來說只是障道而已 不要覺得說他就是不對啊 我就是對啊 那這樣的話 只是障自己的道 好 我剛剛講這麼多就是說 你要修體陣子之前 這個只是一個 我們講 喝五欲啊 二屬方面當中 只是第二大關而已 喝五欲 還沒有談到氣五蓋 動的條或是行無法 還談不到 只是第二關 喝五欲 你要先做得到 五根啊 收起來 收起來 乃至慢慢的 氣五蓋條或是行無法 慢慢的 你才有這個辦法 能夠修體陣子 所以道理我們今天可以講 但是呢 有的人聽完之後 他就算了 跟他生命 沒有任何的交集 無關 你聽了之後 希望這個東西 融入你的生命當中 就前面所說的 二十五方便 各位要去 要去好好講究 不只是學 而是要講究 去實踐 你做不到的 盡量把它補上 順便傅大義說了 這個整個小指觀的那個 聽打出來的文字檔 我講的 我講的這個小指觀 聽打出來的文字檔 我們學員有 各位如果有需要 可以請問千英法師 可以去印 可以利用暑假的時候 慢慢去慢慢看 好 我們回到體貞值 觀察 西枝 動點是個知 所以不但名言那個知 一切法從因緣深 吾有自信 所以呢 這心不取濁 為什麼不取濁 因為你知道嘛 它是如幻 過去認為這個是很真實的 但是呢 你這個時候提醒自己 是誰 在聽別人講話 是誰 吃飯的是誰 好 這個時候 不取濁 有個能觀察的我可得 因此之故呢 如果心不善 心不善呢 妄念欣喜 心不取 如果心不取 心不取 心不取濁的話 那 你這個 就 妄念了 就停下來 這妄念不只是 出眾的貪嗔痴 還包括 認為有一個真實的 我可得的妄念 都破除掉 那麼 顧名為這個指 好 所以各位要知道 我們這個修行呢 重點在什麼 在破 你看任根心前面 也是先七處真心 先破 心不在內 不在外 不在中心 破到最後 會不會才十番顯見 而布局上有的人以為 我來佛學院 學很多經論 然後我就知道什麼 知道阿賴元起 知道真如元起 那什麼是真心 說一大堆 那麼 好 那麼 很多道理 然後呢 建立一個所謂真心的概念 或所謂阿賴的概念 結果呢 就像元結晉所說的 知見立之 為無名本 知見無之 司機涅盆 知見立之 什麼 知見本身不是問題 而是立之 或者無之的問題 立之就是說 你剛開始學習不是破 而是一個立 像有的人 他觀察外在境界都是生滅的 然後呢 我的心 我的心有個真如 一個法叫真如 離開外境 生滅法之外 有個清淨的境界 叫真如 然後我 我不要取外境的生滅 我安住在這個 大光明的真如境界當中 這叫自見立之 立個真如的這個象 或者是說 我知道了 一切法圓起就是阿賴耶圓起 那麼有個形象叫阿賴耶 它圓起一切法 這叫自見立之 其實佛法告訴我們 這些法的目的是要讓我們破 所以呢 你自立 你知道阿賴耶圓起 或真如圓起之後 再來下功夫 要怎麼做功夫呢 要多去做破的功夫 像我上次去那個 那個禪堂參訪的時候 那些上座 那些首座 他們就一直在 常常批評 所以等於來這邊參場 因為參場之後都有小餐 來問問題 問問題 問問題都是一直在 問一些之見上的問題 都不是在問用功的問題 之見問題是在分析 這個空心的道理 這個那個分析 那真的用功是什麼呢 是破 什麼叫破 就是很簡單的 念佛是誰 或者你現在聽我講話的 這個人是誰 或者止或者觀 去破 破我們無始節來的這種自信值 那你破 你用功下去 用功的時候就用破 同時呢 學習從阿賴耶圓起的自見 那麼 真如圓起的自見 但是也不取有真實的法 叫做阿賴耶跟真如 這個叫自見無知 自見無知呢 有 就是說你 你學習這個自見 但是你又不執著 有這個自見可得 然後呢 下手工會不會再破 破這個能取的心 那麼這個時候慢慢慢慢的 你這個真實的自見 才能辦法顯現出來 真正的真如 認真是阿賴耶的境界 才能辦法真正的顯出來 所以這個心不取 這個是我們 剛開始用功的時候 要去下功夫的地方 不是說你學很多的教理 我知道了什麼 知道什麼 一直在累積一直累積 不是的 而是要常常去練習 這個體身值 這種功夫 那麼 汪念欣喜故名為子 那麼說 他稱為子的重點 還是在於他 不帶任何名言 就像我剛講 你喜歡一個人 不喜歡一個人 那個例子 他不帶任何名言的 所以稱為子 所以他不叫空官 看下面文 如經中說云 一切諸法眾 因緣空無主 細心達本緣故好為沙門 像經典裡面說 一切諸法 始法界 下是地獄 上是諸佛 佛 佛 佛生 佛淨土 因緣空無主 都是因緣所生 所以 他是自信空 沒有真實的主宰可得 有這個意思 那我剛才也稍微解釋過了 這邊就不需要再說了 這個主就是自信 記住常依主宰的這個自信 常依主宰 常就是恆常住 像世紀人認為靈魂 恆常住 這輩子死了 靈魂脫鞘 到下輩子繼續輪迴 這叫常 依 依就不變異 它不會改變 它有 那麼 雖然 有時候做人 有時候做狗 有時候升天 但是靈魂 靈魂呢 主體不會改變 這叫一 主宰 就是說它不必假決任何因緣 就有的 有靈魂 什麼時候靈魂呢 從古了 無始節以來就有靈魂了 好 那麼 這個只有真實的存在法 或者上帝 或大範 或者大我 這叫主宰 它不必假決外緣 甚至 我剛剛講的 有的人認為 外相都生滅 離開生滅外相之外 有一個大光明的境界 叫做真如 這個也叫做主宰 那麼這個就是主的觀念 而一切法是因緣空無阻 好 那麼 所以呢 我們要是能夠習心達本源 習心 停止顛倒妄想心 透過修止 修觀 停止這個顛倒妄想的心 回到本源 所以回到本源不是說有個真如的本源可得 而是你透過習心 你心安定下來了 妄想剝落一分 自信開嫌一分 不是說老是抓住個什麼東西叫真如 然後我按住在這個所謂的真如上 不是這樣的 那麼 長時間的修止修觀來破 破你的自信值 當然要配合學習 破了之外也要立 立這個所謂真如的觀念 那立個真如觀念 同時又不止如它以為實 為什麼要同時破 破這個能取所取的自信值 慢慢的修行久了 當然重點還是先從破煩惱開始的 煩惱破一分 自信開嫌一分 故號為沙門 沙門就是勤習 沙門是泛文的 翻譯成漢文的意思叫勤習 勤修界定會 息滅貪生痴 我們說我們是沙門 但真正的能夠夠資格稱為沙門 就是習性打本言 我們要常常修止修觀 安定自己的心 先從最粗的 粗重的貪生痴的煩惱 安定 但是慢慢的 沒有很粗重的貪生煩惱 慢慢的去對峙內心的吃煩惱 用一切法和真實性的吃煩惱 對峙它 那這個才能夠真正的稱之為 標準的沙門 好 那 這個就是三種指的方法 那麼戲院守禁指 至心指 跟提真實 好 這三種方法 當然這個地方所說的提真實 這個真 如果就天台來說 包括真地 俗地 包括中地 包括在內 好 這個地方只是個大判的說了 提真實 好 那如果是都到 後面講到三指三觀 好 那個禮上成就的三種指 好 一的真地 好 那麼就是提真實 一的俗地 方便所言指 一的中地 離而變分別指 好 那就是再更細分的呢 但這個提真實 我們欣賞這個提真實就是 先按住在空性就好了 各位可以先學些 按住在空性的理 好 去破 好 慢慢做這個練習 好 看下一段 尋者於出作禪時 隨心所念一切諸法 念念不住 雖用如上提真實 而妄念不習 當反觀所起之心 過去一滅 現在不住 未來未至 善計窮至 了不可得 先看到這裡 那麼行者在作禪的時候 剛作禪的時候 還是出亂心的時候呢 作禪 那麼就透過體真實方法 這個時候呢 隨心所念一切諸法 念念不住 念念當中不住 所以不住就是說 不執著 他有真實性可得 那這種不住還不只是說 前面講的這個自心指的不住 自心指也是不住 但自心指的不住是什麼呢 是你不隨它轉 你就是一個知道而已 但是還是一個自心指在裡面 而體真實當中的不住 是真正的了知 它當體如患 當體即真 這樣的念念不住 在底下說 雖用如上體真實而望念不息 當反觀所起之心等等的 就是說 這個地方就開始講到空觀了 你看要反觀就是這個觀了 因為我們剛才講 體真實你安住在空性的學獸當中 那這個不容易 當然像禪宗他會常常提起話頭 提起話頭 念佛是誰 但是有時候話頭提久了 有時候你空觀的力量不夠 觀念佛是誰 那個遺情 還是生不起來 所以遺情就是說 你看這個境界 或者我們講這個 第六是心 能念佛的這個心 你覺得 你感受它不是這麼真實的 這種感受 這種遺情 雖然說體體化頭 但是還是生不起來 這個遺情 這個時候 我們就可以反回來修觀 觀察時在念佛 那這個時候 就是根據經論裡面 所說的方法來修空觀了 那麼所謂修觀 彼伯舍那的觀 就是要戴明言 所以修止 是一種 修觀是一種 分得很清楚 各位不要一開始 我就是我止觀不二 急躁不二 不要一下說那麼高的境界 你修止的 所以修止 三種止都可以 你修觀的時候 就要戴明言 不要含無隆統 那麼修觀的時候 你止的所謂修 你就停下來 不是我一邊念佛 一邊修觀 不是的 是佛號停下來 那麼 純粹來修 修空觀 修觀 那這個地方講到 修空觀的方法 那修空觀的這個方法 它從兩方面來觀察 第一個從時間來觀察 那第二個呢 從空間來觀察 那第二個呢 從時間來觀察 觀察什麼呢 三心不可得 那我們先講這個修空觀 這個能破跟所破 能破的話 當然是空觀的這個智慧 那麼所破是什麼呢 所破就是這個自信值 就是要執著這個法 當中有真實性可得 這種叫自信值 那我們一般的人呢 為什麼我們在修空觀的時候 我們都會以第六一世的心亡 做所言禁呢 能觀所觀 所觀是第六一世的心亡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通常執著 第六一世的心亡是我 比如說 各位 比如說我們現在 比如說我們現在想 我在聽你講話 對不對 雖然你講的話是生命的 那麼 我的心 也是刹那刹那生命的 但這個在刹那刹那生命的心當中 第六一世的心當中 有一個叫做我 這個法的存在 對不對 我們要修空觀 你要先知道你破的是什麼境界 能破所破 能破是 一般的人就是 對這個理論分析分析 但是呢 重點是要把這個分析這個 道理作為能觀的智慧去破 所破 你所執著的境界 當然剛開始的時候 各位可以先去破 出眾的貪生煩惱 我所貪的境界 這些的 那麼 慢慢的貪生煩惱 淡了 你就直接去 或者你就直接破 你現在能夠關的心 能夠 你現在聽我講話 是誰 是誰在聽我講話 那麼是第六世的心亡 有個心亡 那麼這個心亡當中有個我 我來聽你講話 好 那麼 第六世的心亡當中 能夠有個長一主宰的我存在嗎 我們去觀察 過去心 現在心 未來心 過去 過去心已經滅了 你說 這個我嘛 我這個法 具有自信的這個我這個法 它存在 必須有存在的時間跟空間 對不對 一個法真實存在 有存在的時空 就時間來說 不是過去就是現在的未來 過去的心 你說這個我 在第六世的心的後面有個我的存在 那麼第六世的心 過去的 第六世的心已經消失不見了 找都找不到 命是已了不可得 現在 那麼現在不住 所謂現在的這個 這個 所謂這個現在的這個 這個第六世的心 也是插納 插納生起 馬上就變成 就變成過去了 在這種插納生起的當中 你說要找個 你說要找個我的存在 你說要找個我的存在 也沒有啊 那 那 那只是個我們 我們一個妄想而已 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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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未來未至 未來的心 未來的心也找 也沒有個這個 潛藏處 也找不到 那麼 過去現在未來三個心 都是無常 都是無常的 那麼都是沒有自信的 那麼在這當中 怎麼能夠找到 我的存在呢 所以呢 所以我 這個概念 就只是我們加上去的一個 幻想而已 我們舉個例子就像什麼呢 你在黑暗當中 你看到個枯木 乾枯的樹木 因為很暗 所以你看到這個枯木 你以為是鬼 好 這個 這個枯木 它有它暫時存在的 一個 暫時存在的一個 一個作用在 作用不無 但是鬼這個概念 我們看到概念 是你自己加上去的 什麼叫概念 我們可以舉個例子 比如說 這個東西很好吃 很好吃 這個叫做概念 所以概念就是不真實 就是你自己想出來的 為什麼 為什麼說 為什麼說呢 比如說你這個 說這個蛋糕很好吃 然後呢 你吃一個很好吃 你再吃第二個 可能就沒味道 再吃第三個 就要靠發心了 再吃第四個 你就要嘔吐了 你的蛋糕很好吃 你說蛋糕很好吃 我規定你要吃五個蛋糕 你就可能 你可能再也不敢吃蛋糕 那所以呢 所以好吃這個概念 概念 就是你 你心想出來的一個概念 它就是 它這種幸運 它是你 它只是你心中想出 一種 一種 一種無常 一種不真實的法而已 我也是一樣 就像鬼 概念一樣 鬼的概念是沒有的 是你自己想出來的 龜毛兔角一樣的 自己想出來的概念 它只是在 枯木這個形象上 附著的一種錯誤的概念 叫做鬼 各位想一想 我們觀察三星不可得 過一星相親未來星不可得 那你就說 我明明感覺到我存在啊 你看我睡覺的時候 那個心活動 那起來之後 心馬上有活動 然後呢 雖然心是 岔若生滅 但是呢 我總是感覺到 這當中有一個 不生未滅的主體存在 甚至有的人會說 什麼前面滅 後面沒有生 中間那個就是 就是你的真如 就自信 那個都是我之啊 你說 我感覺就是存在啊 對 你感覺存在 就像我們剛剛講 你在黑暗當中看到 感覺鬼的存在 你感覺很真實的東西 並不代表 它就是真的東西 那麼你說 感覺到鬼的存在 鬼是虛妄的 同樣的 你感覺到一個 我的存在 這個叫做 無時節來的顛倒妄想 所以呢 我們不管 先講三星不可得 或者後面 後面我們會講的 四星推減 不可得 內外 自身 他身 公身 無因原生 或者內外相對 或者這個 那個 不在內 不在外 不在中間 那麼 這些方法 去推減 都會 從理論上來推減 都是確實 在這個 第六一世的生命心當中 確實是沒有辦法 存在一個 長頁主宰的 我這個法的存在 是沒辦法的 但是你會一直覺得說 就是有我啊 那就是電腦妄想 所以呢 要破除這個電腦妄想 你不能說 理論上知道了 三星不可得 四星不可得 所以就了了 那沒有用 就要長時間的 不斷地去觀察 好像參禪也好 好像南傳的比丘 他不斷地觀察一個所言禁 用無常的智慧 去修體堅持 用無常的智慧 不斷地去觀照 這個所言禁是無常的 在這種禪修當中 長時間守住一個所言禁 作為能破 然後呢 就作為所破 能破的這個智慧 或者聖文法 或者大聖法都好 這種空間的智慧 作為能破的智慧 這個能破智慧 常常去觀察 觀察見念心 不可得 各位 如果你要怕麻煩 你就不用觀察那麼廣 就只要常常觀察 提醒自己是誰 念佛是誰 或者你就簡單地觀察是誰 常常提醒自己 現在是誰在 是誰在聽課 誰在示範 快樂的時候 快樂的我 快樂的我 是誰 在哪裡 痛苦的時候 我在哪裡 是誰 那麼這個是一種 意念一下而已 然後配合平常的修空觀 三心不可得 四心不可得 配合的修空 在這個指當中 修空觀 慢慢加強這個 波爾空觀種子的訓息 訓息久了 慢慢慢慢慢慢 那種提真指的力量 就能夠升起 然後這個時候 稍微意念一下 是誰 那麼很多的乘勞 妄想 難至於 這種自信之的妄想 就能夠放下來 這個就是用功的原理 說起來其實也不算太難 你說理解這個空性的道理 你說你現在笨 聽不懂 應該你聽個一年兩年 你總能聽得懂 聽懂之後呢 這個聽懂還不算太難 聽懂之後呢 難在什麼呢 相訊 古德說相訊也難 難在於什麼呢 你常常用功 用這個方法 去不斷地回光煩躁 是誰 去破這個自信值 而安住在鐵正值當中 難在這種決心 跟這種毅力 所以方法其實不難 整個修行的方法 今天就跟各位講 就是這樣子 你這個文師修 我剛剛講 這種文師修的一個過程 那麼再來就是 你依著這個方法去操作了 好 那這個地方講 三技窮之也了不可得 過於現在未來三技 去窮 去推窮 去推論 這當中啊 沒有一個真實的我可得 不是說沒有心的作用 作用不武 就像枯木的作用不武 有它暫時的作用存在 但是這當中鬼的概念是沒有的 同樣的心 刹那生命的作用 是有它無常的存在的作用 但是呢 鬼的 不這個 我的這個概念 是你加上去的 是沒有的 是龜貓兔角一樣沒有的 各位好好去體會這個道理 然後常常去練習 你常常認為我 它讓我快樂 它讓我痛苦 這個我 是無始節來定到妄想 我們無量節來都被它所轉 那麼事實上 現在慢慢練習要放下了 好 那今天講到這個地方 向下穩長 佛代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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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向